106篇 《五百商主》蒙佛解救正罗汉果 一时,佛在世卫城有一施主长大娶妻共享生活,其妻怀孕九个月后,生下了一个非常庄严的孩子,夫妇为孩子举行了隆重的和声仪式, 取了适合其种姓的名字,用牛奶、酸奶、油饼等精心喂养着。长大后,学习并精通了八观察等一切世间学问。 施主又把他送到扎德沃的团体里学习。团体里有各种各样的见解和行为都不统一,大多数人都是赞叹自己的宗派和观点。 施主的儿子具有超人的智慧,常乐于拜读究竟论典,观察到很多宗派的见解不究竟,一直得不到满意。 后来,听到一位居士赞叹世尊的功德,就数数欢喜,心想,无论如何,我应该去拜见世尊,便舍弃一切,去佛陀前恭敬鼎礼,祈求传法。 世尊为他传授了相应的佛法,他欢喜信寿,坐礼而返。 后来,他想,作为佛弟子,应该广行布施,但现在不具备这个条件,应该去海里取宝,成功了,可以上供下施,能积累广大的资粮。 他便率领五百商人,被伤,路上必须用品,前往大海去了,去时一路平安,可是,在返回途中,突然黑风四起,汹涌的波浪,把船颠到海岛边,又颠回海里,非常危险。 众商人非常恐惧,大喊,救命啊,救命啊,完了,谁能救护我们呀? 施主的儿子安慰道,你们不要害怕,我们都一起祈祷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慈悲威力,肯定可以得救。 众商主,马上至成祈祷,南摩大慈大悲,施迦牟尼佛,撤见过去,现在未来的护主,我们现在已遇危难,齐请世尊救护我们。 以世尊加持力,不知不觉中,他们顺利抵达了岸边,返回舍位城后,他们把很多供品供在佛前,恭敬顶礼于佛足下, 亲吻佛足,赞叹道,世尊,是您赐给我们第二次生命。 世尊观察他们的根界意乐,为他们传了相应的法,他们立即以智慧金刚摧毁了撒迦耶剑,获正了预留果位。 之后,他们再三向世尊祝求出家,世尊以善来比丘的方便言词,为他们传授了比丘界,并传授了一些教言。 他们自己精进修持后,灭尽烦恼,获正了罗汉果位。 在他们的境界中,黄金和牛粪等同,虚空和手掌无别,摧毁了世间八法,具足一切功德,诸天共赞他们的功德。 时朱比丘赞曰,善灾,蒙佛加持,这五百伤人,不仅解除海中的险难,还在师尊教下出家,获正罗汉果,解除了轮回苦海的畏惧。 世尊告曰,不仅是现在我解救了他们,以前我也曾解救过他们。 很早以前,印度鹿野院的一个森林中,住着一位具种种神殿的仙人,当地的人们多医治他,其中有五百伤人也皈依了这位仙人。 一次,五百伤主去海中取宝回来的途中,遇到了飓风和种种伟员,都生起了很大的恐惧。 当时他们各自祈祷不同的天尊,施主就告诉他们,天人是救不了我们的,应该祈祷我们原来皈依的那位仙人上师,他会解救我们的。 商人们都祈祷,这时,对仙人具有信心的一个天人,告诉仙人,您的弟子们在大海中遇到伟员,请尊者救度他们。 先人立即显示神变,遣除了他们的伟员,使他们平安抵达岸边,又把他们带到自己苦行的林中。 五百伤人都觉得,先人对自己的恩德很大,对先人做了很大的供养。 后来,他们舍弃一切家务,依止仙人出家修持,获证了四禅五通。 朱比丘,你们是怎么想的? 当时的仙人,就是现在行持菩提的我。 当时的五百伤人,就是现在的五百伤人。 当时,是我把他们从海中遇难的伟员中解救了出来,使他们得到四禅五通。 现在,也是我解救了他们在海中的危难,并使他们脱离了轮回的苦海。 支撑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赞叹师尊的殊胜功德。 百业经第106篇,五百伤主读笔。 你请恩师继续开始。 好,阿弥陀佛。 那大家想想看呢,我们学百业经,已经有100多篇了。 在这100多篇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感受了无情无尽的因因果果关于。 我们更知道,在佛陀教法下出家的,那佛陀不是一生一世帮助过。 甚至无量生生死死当中,释迦如来都亲自帮过这些人。 而且这些人呢,也算有所成就。 但是我们呢,释迦如来,已经这一期任务完成了。 我们没有写托呀,心生惭愧吗? 我们还心甘情愿的生死轮回中泡着。 那么我们第一步,降伏自身妄想,烦恼。 我们降伏自己的烦恼,到现在这一环节还没有过。 如果你是行菩萨唱的,你降伏根本无名也好。 如果说你去降伏贪嗔痴吃慢疑,这些失火烦恼也好。 但是现在,真正知道是无名的,什么是无名的,有几位呢? 什么是无名? 真正知道贪嗔痴吃慢疑是最大的祸害的,最大祸害。 一说到贪嗔痴吃慢疑,一想到他,或者贪嗔痴吃慢疑,一出头,他就知道祸害来了,有几位呢? 记住,如果说连自己烦恼都降伏不了的人,你能让谁降伏烦恼呢? 也就是等于说,你自己会开汽车,你还去教别人开汽车。 你自己都不会开飞机,教别人开飞机,你这就是干危险事了。 最低限度上,最低限度上,理论上,自己要准确无误的,来搞清楚佛的意思。 第二个呢,记住了,佛,这就对我们没有帮助过吗? 也帮助过,就是我们自己不肯努力啊,我们不肯努力啊。 就像,以前,天女,我们交流的时候,就学法华经的时候就说过,当大家也说过, 真正我们这些一个人没有见过佛,没有见过法,那或许有一些人真见过佛,闻过法的。 要不然的话,就不可能,好多点上与佛法相应,好多点上与佛法相应。 那大家,佛法相应的点非常非常多。 所以说,有这个缘,与法有这个缘,无量的法,大家有这个缘。 虽然说,大家善根还没有成就起来,虽然大家善根还都没有成就起来,但是这个缘都有啊。 而且呢,大家也在积极的发愿,种好这个缘。 我也更希望,这些个缘,都能及时的发芽,长大,都能早一点开花。 开花结果,各位就都自在了。 各位都自在了。 那么我们学百叶经啊,就要好好地来感受,感受的这一切。 并不是佛偏心,只帮过那些人。 也不是说佛,啊,好多说,啊,佛只度,啊,不度无缘。 全众生,不是那样的,佛是普度一切众生,但是呢,有缘者得度,也说愿意接受佛的帮助的,能得救济。 但是呢,好多人不愿意接受佛的帮助。 好多人不愿意接受佛的帮助。 啊,因为,无始以来,他习惯了顺应妄想的,顺应感觉,去顺应这些个事的时候呢,就不愿意顺应佛的了。 因为佛说的那个,与他一些事相违背啊。 那么我们此生今世,啊,一定要有办法,知道,时时刻刻要知道,这些个所有的妄想啊,感觉啊,他是贼啊,他是敌人啊,啊,我们绝对不去依顺他。 依顺他是轮回,是痛苦,是烦恼,是一切否得自己的最大障碍。 如果说,啊,我们时时刻刻的觉醒自己,不追随他,不追随他,不受他骗,他不能把你怎么样。 你比如说这个妄想,感觉和冲动,他真来的时候,你就不追随他,不跟着他走,他能怎么样? 他不会怎么样的,他只有自己在那儿痛苦,啊,只有在那儿痛苦,啊,因为没有滋养他。 他会痛苦的死亡,啊,他死亡了,你就自在了,他死亡了,你就自在了,他不会把你这样,你比如说你贪的时候,啊,你贪的时候,啊,贪的时候,贪心来的时候,你就不去贪,能怎么的,就不去贪,也过来了。 你久而久之,总不给他点贪,他就死了嘛,你总不给他点贪,他就死了嘛。 我们训练,啊,戒律也是一样,我们总是训练,总是训练,久而久之,训练纯熟了,我们就成就了。 做个比喻说,我们从小的时候都不会走路,一生,不走路。 我们是怎么会走路呢? 那这点就得请教那些,啊,已经生过小孩,带过小孩的人。 他们亲自带小孩,他就会知道,那小孩是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学会走路。 这个准确数字,我就非常惭愧了,啊,那学会走路,很简单,那个是,从出生就能看到父母走路,天下人都在走路,就他不会走路,他天天看,啊,天天看,天天模仿,自己也模仿,大人也教,啊,配合的那么多,按理来讲,应该很快就能成功啊,一下就能走路啊。 但是是不是一下就走路呢?是不是一下就可以走路呢?那走路以后就不会倒了呢? 就连走路这一个事都需要我们长时间的来,呃,训练。 我们体会上的事也是一样,大家不要以为,啊,我今天没说好,明天没说好,后天算了,算了,我守不了了,我,呃,总犯戒,不犯到地狱上,我算了,我不练了,不练,守戒, 但是,那,你永远也成功不了,那永远在轮回当中,永远失去一切,呃,最好的机遇。 记住了,他就像我们学走路一样,呃,一定,呃,会站不住脚的,一定会摔倒的,但是只要你去走,只要你去训练, 时间久了,自然就存熟了,时间久了,自然就存熟了,再一个呢,我们再做一个比喻,再做一个比喻,就像穿衣服一样,像我们穿衣服一样,我们从小,呃,不知道穿衣服的事,呃,家人呢,呃,都在帮我们穿,不是告诉我们要穿衣服的,呃,那个手穿衣服也敢走到大街上去,不穿衣服也敢走上去, 但是,呃,总在告诉我们,在教我们,好,一点一点,我们养成习惯了,当一个穿衣服习惯以后,也那坚固的制造了这种穿衣服习惯以后,那现在我问问大家,如果说,现在要求让你把衣服脱往上街上走,哪位能做到呢,哪一位可以做得到,都做不到了,为什么,已经养成了坚固的洗衣器了, 已经养成了坚固的洗衣器了,养成的坚固洗衣器就改变不了,养成了的坚固洗衣器就改变不了,所以说呢,呃,我们现在一点一点建立,建立戒律,呃,一旦把戒律养成习惯了以后,呃,我们自然而言呢,就成就了,到那个时候,就无需要再戒和不戒了, 到那个时候,就不存在着戒还是不戒了,因为你有这个毛病,才需要戒,没这个毛病,你要戒干什么呢,所以说,佛对一部分人讲,必须从戒入手, 佛对另外一部分人讲,呃,直接从戒入手,还有呢,这时候佛对一些人讲,直接从智慧入手,那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呢,他已经这块儿,呃,纯熟了,绝对自在了,那无需要再去多次一点了,所以说佛 不会让人走任何一步废路,那现在各位大家看一看,针对着,呃,我们刚刚说的,我们自己现在是不是已经没有了这些问题呢,没有了妄想,呃,我们在追随着妄想,不在追随着感觉,不在追随着冲动,我们完全依止了佛陀的智慧了, 二一指定不下来,呃,那个,我们就还有问题,问题把问题解决了,记住解决问题,需要一段时间,呃,来磨片,磨合,让自己与他完美的合在一起,一丝毫,丝毫没有间隙的,呃,合在一起,这个时候,呃,我们也说不再谈戒略了,到那个时候,或许,谈,谈,谈, 智慧,谈,一心不乱,呃,你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样做了,你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做了,所以说,人家过去成就的,人家事先已经奠定了好基础了,那么我们,现在,要积极地把这些基础,呃,奠定好,哦,好,看到大家,大家说了好多话,呃,每一个呢,我略做解释,刚刚好像是没有回答,以下大家的话呢, 呃,大家还有一点不自在,因为有时候呢,只要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就会好过一些,我们看看流浪菩提子说,说我越来越,感到我太不现实了,我是在妄想中预测,一个空中楼阁而已,嗯,是我们那样的话是自欺,欺骗自己,呃,我帮各位呢,欺骗自己,呃,欺骗自己,呃, 非常非常的,错误,非常非常错误,好了,那,没有问题呢,呃,我们,今天就学这里吧,呃,因为,呃,昨天,马月爱说那个呢,我们也遵循一下,再一个呢,我们现在,就,呃, 呃,最近一直提倡的这个问题,大家还有疑惑,我们可以呢,把这些所有疑惑解开,呃,那样,再学一篇,我,再学一篇,再学一篇呢,呃,完了随后,呃,到这读完了以后呢,直接回向一下,呃,我们呢,随着这篇讲完了呢, 大家就共同探讨,呃,下一步,呃,我们如何的,详细的,去对峙这个烦恼事,好,阿弥陀佛,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下一篇,阿弥陀佛,好,让我们大家再学一篇,百叶经,第107篇,施主之子,往期愿立,年幼正果,一时,佛在设位成, 有义施主,妇如多闻天子,妻子长大娶妻,共享生活,生了几个孩子,但都妖亡了,后来,他发心皈依,阿纳律尊者,在尊者前皈依持戒,常做供养,积累资粮,之后,妻子又怀孕,九个月后,生下一个非常庄严的孩子, 丈夫心想,应该想个办法,使这个孩子活下去,不能像前几个孩子那样妖亡,现在世人公认的阿纳律尊者,具大神变,大福报,很了不起,应把孩子拜托给尊者, 这样,孩子一定会越过寿帐的 夫妇便把孩子送给阿纳律尊者,尊者给孩子过着僧人的生活,越过了寿帐,准备还回孩子的那天,施主家恭请侍尊,阿纳律尊者,及所有僧众,到家里应供 施主亲手供养了各种饮食,尤其对阿纳律尊者,供养了很多金银财宝,尊者为他宣说了相应的法,赞叹了佛法的功德,阿纳律尊者,把孩子身上的法衣脱下,给孩子换上在家人的衣服,准备交还父母, 可是,刚换上的在家衣服,马上变成了法衣,怎么换都不行,无奈,只好让孩子穿着法衣,还给了施主,孩子就一直披着僧衣,稍大,父母让他与当地的五百孩子,一起学习文字, 但这个孩子,无论如何都不愿在家里待,非要去住寺院,父母只好让他在寺院里生活,他学习了文字,精通了论点,仍不愿回家,在经堂里,他精进修持,获证了预留果位。 征得父母同意,他依止阿纳律尊者出家受戒,尊者还为他传授了教言,他精进修持,灭尽烦恼,获证了阿罗汉果位,心想,自己正果,应该去调化众生。 他观之自己,与父母,和当地的五百小朋友,有殊胜的善缘,应先去调化他们。 刹那间,他从祈托园来到了父母前,对他们突然显现,他的父母非常欢喜,愿意在儿子前闻法。 他观察父母的根界义乐,对父母传了相应的法,他们都以智慧金刚,摧毁了撒加耶剑,获证了预留果位,并在孩子面前,皈依了佛门,受持戒律。 时朱比丘请问,世尊,这个孩子以何姻缘生于富裕家,令佛欢喜,出家修持,灭尽烦恼,获证罗汉果位呢? 以何姻缘他父母,及五百朋友,由他调化,得证胜果呢? 请为吴等眼说,世尊告曰,这是他往昔的愿力。 曾在贤劫人寿两万岁,人间导师如来正等觉加耶佛出世时,有一施主的孩子,对加耶佛教法,生起很大的信心,皈依受戒后,与其他施主的五百孩子,一起学习八种观察等,精通后,又去扎德沃团体里学习。 一次,他和扎德沃团体里,一起去花园游乐,其他的朋友因另有事要处理,便让他先去花园里,做各种饮食的准备。 他们回来一起用午餐。 他答应了,刚刚将饮食准备好,他看见加耶佛带着眷属正在花园,心想,像佛陀和僧众这么殊胜的福田,是极为难得的。 应该把这些饮食,好好的供佛及僧,对朋友们另做安排。 他就引请佛陀与僧众来到花园,亲手做了供养。 因供毙,加耶佛给他传授了相应的法,赞叹了佛法的功德后,率众返回经堂了。 扎德沃的那些朋友们,在回花园的路上,听说备好的饮食,被施主的儿子全供养了,心里生起了很大的嗔恨心。 我们的饮食,他凭什么要供佛及僧? 便蓄谋杀害他。 他特别害怕,跑到父母那里去了。 父母对那些朋友,虽然好言相劝,但他们仍不肯罢休。 他只好跑到加耶佛那里出家,精进学习三藏,并精通无碍,成为一位三藏法师。 他的父母也皈依受戒,并经常发心做广大布施。 扎德沃的那些朋友,听说后,就去他面前,恭敬鼎礼,颤其浅欠。 还皈依受了戒。 上师言,通过百叶经的学习,应该知道,有些罪业,小乘自宗是无法忏悔的。 如对圣者取绰号,享用僧众财产等,果报非常严重。 怎样忏悔,都是要受报的。 但用大秤的菩提心,是可以消尽这些罪业的。 大秤的自宗,若是五无间罪和邦法罪,是难以忏悔的。 但用密秤的灌顶,正悟无上大圆满法,是可以颤尽的。 密宗中,棒上师,棒密法,破了严重的密秤戒,密秤中也不能颤尽。 故所有罪中,棒金刚上师,棒密法两种恶业是最严重的,始终无法颤尽,必须亲自感受果报。 后来,三藏法师生病了,以各种知、业、根、净、调治都无效。 临终时他发愿,在嘉业佛教法下一生出家,虽然没得到什么境界,愿将来生于富裕之家,在释迦牟尼佛出世时, 出家灭尽烦恶获正罗汉果位。 他的父母和扎德沃朋友,听了他如是发愿,他们也发愿。 以他的因缘,愿我们将来令佛欢喜,不做令佛不欢喜的事。 朱比丘,你们是怎么想的? 当时的三藏法师,即金施主的儿子,当时的父母,即金父母,当时扎德沃的朋友,即金当地的五百朋友。 以其往昔愿力成熟故,今在我教法下出家,获证阿罗汉果位。 其父母与朋友亦如是令佛欢喜。 阿弥陀佛,白约经第107,施主至子,独毕。 非常好。 那我们再重新感受一下,107,施主至子。 我们看到人家,有一段非常重要,他原本是给他朋友吃的,供养他朋友的东西。 供养朋友的东西,他给供养佛了,搞得人家都不个性。 那各位,如果说你们,如果说你们已经答应了跟朋友结缘的,会不会去供养佛? 说,你答应好了,跟朋友结缘的,供养的。 随后有机缘,有机缘遇到佛,或者说法。 那这个时候呢,你会不会,违背自己一开始的承诺,把这些东西去供养给佛? 会不会? 像你说,他会。 那你会的话,那你就对不住朋友了。 断木说,不会。 金刚说,给别人的都是别人了,弟子不会了。 是想给别人啊,别人还没有拿去,还没有受用啊。 埋怨说会,有说会,有说不会,实际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 他虽然说答应,去跟那些朋友结缘,供养那些朋友,但是呢,这时候机缘来了。 记住,有的时候机缘是非常罕见,是可遇,不可求的。 机缘是罕见的,是可遇,不可求的。 那朋友在一起呢,呃,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的。 我认为啊,呃,会,会先供养佛,极为重要。 至少一点,在你心中,佛是最贵,他超越一切的。 如果说佛不会超过朋友,那就一个突发心,就有问题了。 如果说,佛在你心目当中,还没有朋友大。 如果说佛,还没有你那个钱贵,还没有你那一切,任何一个东西,啊,佛都不能排上第一。 那个就有问题了,就突发心还有问题。 我们突发的时候,必须,呃,要以佛,以法,为绝对第一。 哦,段木说,佛和朋友平等嘛。 要是平等的话,呃,那你就成就不了最殊胜的利益了。 那在心目当中,佛跟朋友能平等的话,那就热闹了。 因为最初发心的时候,极为重要啊。 比如说,你在你心目当中,他分量是多少,你讲来就能相应的结多少果。 在你心目当中,他的分量是多少,讲来能结相应的果。 如果说,如果说跟朋友相等,那也就是平常了。 那佛在你心中平常的时候,呃,那你相应的结果也不会是好的。 记住,在你心目当中,他最贵重的时候,啊,你讲来成就也是最大。 所以说呢,现在大家都看一看,现在大家都看一看,是不是佛和法在我们心中最贵,最贵重。 贵重的超越了我们的一切,贵重的超越了我们的亲戚朋友,超过了我们的金钱物资,超过了我们的一切。 甚至超过了我们对自己的自贵,如果说,真正超越了这一切,那就绝对自在了。 哦,孟说,印光大师说,是一切人都是菩萨。 那,印光大师说那句话来自于佛经,呃,菩萨,呃,是一切人都是菩萨,呃,那他是针对他自己。 他是针对他自己,他应该这样去做,呃,但是呢,我不敢说,呃,用一个根性的人都要这样去做。 这个为了不我慢心,呃,那个佛陀还实现了,呃,他看一切众生都是佛,都讲成佛呢。 那是为了折服我慢心,为了成无上佛道,呃,那是自己的事。 那是在整个修行过程当中,在折服慢的时候,呃,那么最初发心的时候,呃,如果说法没有那么贵,不可能,呃,去有这种概念的建立,呃,那首先讲,呃,佛法在你心目当中的重要点是什么? 我认为,呃,在我们这一篇经文当中,呃,没有详细说,但是呢,已经告诉我们了,呃,在那个朋友中,呃,他把朋友和佛,呃,是不一样看待的。 如果说一样看待,他也就难以成就了,他就难以成就了。 好,端木说,呃,怪不得赵真和说,当时世家刚出生的时候,就应该把他用棍子打死。 哦,赵真和尚,他可以这样说,他是对那些个自造佛法的,呃, 制造佛法而不去修正啊。 而且呢,对那些个自造恶业的人,拿着佛法造业的人,所以说,才让赵州和尚,呃,造那个业。 才让赵州和尚造那个业。 不管是谁,造那个业,做相应的果报。 都要做相应的果报。 那赵州和尚,呃,纵然他成就多大,这个果报也。 小兽的,哦,到字在弯。 他说,这样的曲折,是与九子善根有关系吗? 有的时候突发奇想,你比如说,呃,你见到一个很高很高的,呃,修道人。 虽然说你不知道,呃,佛法什么什么不知道,但是你见到一个很高很高的人,非常殊胜的人,人赞叹的人, 忽然间你把,呃,供养别人的东西,真心实意去供养他了。 嗯,这就动辞了这个善根,呃,呃,当时这个抉择,呃,有的时候也是藏原方生的,藏原方生的。 法不姑且,藏原方生的。 佛讲法是这样的,实际我们面对人世间有多事也是一样的。 呃,我们的,呃,任何一个思想都不会自己单独存在,都是荡原方生的。 法不姑且,荡原方生。 但是呢,他这,这一个思想,呃,奠定了他讲来成就最殊胜的利益,成就最殊胜的利益。 哦,梦在问,他说佛法大还是国法大? 圣人犯了国法应该怎么办? 呃,那个不许怎么办的?呃,他自己会受他向佛报,呃,国法没有办法跟佛法比。 国法没有办法跟佛法比。 那个你想知道这个佛法大还是国法大呢?呃,呃,最好是看一看《四伦经》。 《四伦经》交代的十分清楚,啊,佛是绝对不允许,呃,把国法驾驭在佛法之上,绝对不允许,呃,对生人,呃,怎么样? 地独没有看过,永远不知道佛家的意思,没有看过《四伦经》的人,永远不知道,佛对国家,呃,这个法律是如何看待的,如何要求的。 那国家法律,呃,毫不客气的,必须让路。 不让路,那你,你这个法,也不是一个正的正法。 好,金刚经说,生活中的问题就很多,比如说不思就不自在,不思父母妻子,呃,或者说是丈夫就不同意,你去不思,他们生气就生气,很多人不信, 信佛因为钱不该给别人,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家菩萨多恶因缘残绕固,修行什么都不容易,在佑佛塞接经佛是这样说的吗? 我们呢,就是多恶因缘残绕固,所以说好多事难以成就。 那么我们,呃,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考虑着其他的方式,呃,那动钱他们知道,我们可以不动钱的。 呃,我们只要心存着供养,呃,就是你在路边上捡个鲜花,呃,捡个野花,也可以去供养的。 所以你有那个虔诚心,但是不要因为自己向往佛道,把别人搞得造极大恶业,也是件好事。 我愿意说,弟子向往佛第一位的境界,但弟子目前做不到惭愧,但弟子会努力做的,嗯,非常好。 只要肯努力,人人都能救,呃,这是时间问题了。 这个愿意非常好,好,之前也在发愿,呃,呃,一定也会成就的。 哦,哦,马愿说,弟子若去放声,周围的人都说风凉话,呃,请问他们算什么行为呢? 讲授什么果报呢? 那个,我们都学过,发言经,呃,不是,法华经,在法华经上已经讲清楚了这些人的果报。 在法华经中已经讲清楚了这些人的果报。 但是呢,没有办法,呃,因为他们就要造这个业的,最好是偷偷摸摸的去做,偷偷摸摸的做,千万不要让别人去造业。 因为有些人呢,他不知道高低上下,就像三岁小孩,他不知道什么是火,他还想看着火好玩,还想去玩一玩火,被火烧痛了,他还不知道,哦,这火能烧痛。 他还要去玩火,因为他们太小,不懂事,所以说呢,我们就要回避一下他们,有些事情要回避小孩的,因为好多小孩是不懂事的,才敢这样做。 哦,端木在问,他说,请问,呃,是祖说过? 善有善报,恶有恶猫吗? 说过,说过,说过,在众多经验里,都有说过。 嗯,非常非常好,那现在大家,呃,可以讨论一下,就是我们如何的,呃, 奠定好基础,啊,因为未来,我们要辞戒,我们要修定,修一心不乱呢,我们要成就自己最殊胜的利益,那么呢,我们现在应该,训练训练自己,在训练自己的时候,在训练自己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做呢? 我们应该如何的训练自己,呃,呃,这方面,我们应该积极努力一下,好,端木说,他从来没有看到,看来与佛无缘了,未必是与佛无缘了,那你今天,呃,能参与大家一起修,修百业经,呃,这个本身,呃,就你看到了,呃,看来你是与佛有缘的,呃,是有缘的。 梦说,在家人,在家人心出家,呃,是出家人吗?呃,你在家人心出家,呃,是不是这样我不敢断定,但是呢,在佛经上说过,如果说你真依据佛法,呃,他在生术,他在生术,但是呢,不能算出家人,你可能不知道一件架啥意味着什么, 你可能不知道一件架啥意味着什么,就是一件架啥意味着是什么,可能你也不知道 也就是说,一条,那架啥撕下来一条,那一条架啥意味着是什么,可能你也不知道 啊,所以说呢,那你带家人,永远成就不了出家人的工作 带家人,你永远成就不了出家人的工作 所以说呢,呃,你带家人,人心出家了,呃,是出家人吗?呃,你顶多说,呃,在生术,也就是在修行人这个范畴之内,呃,绝对不可以和出家人去比你的 那至于说这个话呢,呃,一定要去学一学《地藏十轮经》,在《地藏十轮经》里讲得非常详细,讲得非常非常详细 如果说你想做到驾沙功德呢,呃,那你就,假爱,如果你有机缘的话,在《大乘本乘新丹经》,呃,其中有一品,就是讲出家人的衣食祖药 其中这个衣,驾沙,呃,披着驾沙坐,导塔响,那自然具足十种功德 啊,十种功德,你是在家人,永远,呃,抖到 因为对我那个驾沙,呃,才能成就,呃,呃,现这种庄严项才成就的 好,马远说,弟子比其他,呃,同修,笨点,懈怠点 请问师,你把弟子做的事,再去分析一下 呃,最先做的容易,呃,如是 那第一步该怎么办 呃,呃,就是容易上手,是吧 第一步该怎么办 呃,我们先观察呀 先观察一下,呃,先学会去观察 观察我们这个妄想在干什么呢 他是在引导我们干什么 是由引导我们去降服 生生世世,从现在开始生生世世就是一种乐 还是呢,他以患乐,呃,来迷惑我们 让我们生生世世受苦呢 啊,先去观察,观察他在干什么 观察妄想在干什么 他是以眼的患乐 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受无尽的苦报呢 呃,还是在成就我们的,呃,永恒快乐呢 你看看他在干什么 去观察他 自己的所有的妄想 感觉和通动 你看看他,他们在干什么 呃,先观察他们在干什么 仔细观察清楚了,完了呢,你再去配合一下佛法 看看,呃,他以这些个患乐的一时舒适的 引导你,讲寿的果报又是什么 你愿意受永恒的苦呢 还是愿意受永恒的乐呢 那你就知道他有多坏了 你就知道他有多坏了 先第一步去观察他 哦,专门啊 以心受子 以心受慈啊 还是受子啊 以身,慈,受戒 这样才算出家人了 哦,你说这个 没有错 呃,但是呢 佛说更广阔的话 你也去看一看呢 要然的话 你总因为这一个事 那其他的事怎么办呢 其他的事怎么办呢 呃,你可能没有看过 大宝基金 发起菩萨之乐 这一会 这一会中 呃,当时就有慈戒 相当清静的人 犯了一个根本错 呃,犯了一个根本错 结果导致生生世世不得好 要释迦如来了都不得好 释迦如来 在诸多佛中是最慈悲的了 因为没人可怜我们这个 娑婆世界的众生 呃,只有释迦如来 发这种誓愿 在朔博世界 苦难众生地 呃,来救救我们 那个呢 你就看到释迦如来的五百大院 那么随后你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了 那释迦如来 呃,如此的悲心拯救了我们 那释迦如来 他说 呃,你刚刚说 以心受得以身持戒 这才算出家人 这只是一部分 那你还没看到更多的 呃,更多的什么是出家人 那还有菩萨呢 大宝基金发起菩萨之乐会是对菩萨说的 那那些个人最初持戒是清静的 而且他们修小高啊 不只是戒律 禅定 还有精通神障 但是修到地狱去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犯了个错 犯个什么错呢 只遭法的一面 呃 去犯了一些不给犯的 不承认另外一面 所以说呢 深入经账才能自会如海 要不然犯错误了 还都不知道 尤其呢是以佛法来犯错误 更不知道的 那个建议还是多学习一点 又好了 满艳说 今天去我们这里的师傅 是师傅啊 让我试穿了一下五块布做的衣服 我穿了一下 挺好看的 这算什么呢 呃 那挺好看的 算什么呢 只能算挺好看的吧 所以说 那个寺院里的师傅 让你穿一下五块布做的衣服 呃 那只是五块布做的衣服 那我说的呢 佛经上说的呢 呃 驾沙和五块布做的衣服 呃 不是一回事啊 我们说 四祖是出家人吗 所以说 现在任何一个出家人 都是代谢了佛主当时的呃 法相 实验说不具种种智慧和功德 孟说 有时说过 佛性呃 不是替 头 穿衣 阻碍得了的 那当然了 地狱众生 佛性具足啊 地狱众生 佛性也具足的 那些个玉禅体众生 佛性也是具足的 这个话没错 这个话 有大伯尼盘经 佐证 没错 是佛性 是具足的 佛性 有人人本具的佛性 那个 不会少一点 没有什么东西 能障碍得了 但是呢 呃 佛毕竟是佛 众生 毕竟是众生 虽然说具足佛性 他还在 受无尽的苦 佛也是具足佛性 但是佛要受无尽乐 这里面差别就好大呀 金刚说 正是讲 也看住自己念头 最初的观察 一般 生起 有问题的念头 有问题的念头 生起的时候 如何注意 嗯 就是观察他 呃 观察他 呃 先去观察就够了 观察他 每天都在干 最后呢 你再去观察他 他是引导你向好 还是引导着你 呃 去倒霉 他会给你一时的时事 呃 为借口 引导着你 永远在轮回里 怕还不说 呃 还要受无尽的苦 那是呃 在后一步 呃 去观察 呃 看他在干什么 呃 他一天有多少个 每一个在干什么 他会经常出现的 灵王说 师父 佛讲的法 包容了一切 所以弟子赞叹诸佛 善知识 以及受持信解佛法的 嗯 阿弥陀佛 弟子真心忏悔我慢 呃 并不待造 是的 我慢三丘不续的水 呃 容纳不了佛法的 容纳不了佛法 因为你太高了 太高了 就像高高在上的三尖 三尖上怎么能存住几滴水呢 哦 幻主很好 把这个斯嘉如来的五百大院 打出来了 王子 大家呢 呃 有信心的人呃 都可以看一看 呃 那么呢 有信心的人 也可以把他保存一下 呃 有时间去看一看 非常重要的 马远说 他说是五一 哦 五一是在家居士啊 在礼佛忏悔的时候啊 必须要 答的 那是五一 呃 不是 那是满一啊 啊 五一 呃 你说的那个五块布 呃 做成的衣服 呃 呃 那个不能叫五一啊 呃 出家人应该有三一 呃 呃 三一 就是五一呢 是做事的时候穿的 七一呢 是礼佛忏悔 呃 诵经的时候穿的 那 八一 呃 又叫祖一 他那个是 因供 因供的时候 呃 要穿的 接受众生供养的时候 因为那个呢 可以代表一切佛 可以代表一切佛 呃 于众语员 梦说 出家是出烦恼家呀 那也没错 记住 不要子相魅礼 天理废相 子相魅礼 是颠倒错乱 那天相废礼 更是颠倒错乱 是两边法 佛法不是两边法 所以说佛法呢 不只相魅礼 也不偏礼废相 呃 那出家是出烦恼家 呃 那个不错 但是代家人多 恶因缘残绕固 你怎么出烦恼家呀 梦 呃 这个段木 段木说 脑可以灭吗 呃 那你去看一看啊 烦恼 天天都在你心中 生灭灭 你说他可以灭吗 他不可以灭 他就永远存在在那儿 不动 他不可以灭的话 你比如说你发脾气 这个存恨烦恼 他就永远发脾气 不情地发 那人还得发死啊 呃 自己也把自己气死了 因为他本身就是生灭东西 你怎么说呃 还是什么可以灭 不可以灭呢 因为他本身就是生灭呃 现象 好 梦说 请师父给我们讲一下 如何让人明白六道真有了 哦 六道轮回这个是呃 很简单啊 很简单 你看一看 现在人呃 穷同富裕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再一个可以借助科学啊 对基因问题去看一看 那基因真正是来自父母啊 基因来自父母吗 真的来自父母的 在我未出家的时候 呃 我就呃 仔细地研究过 因为那时候我对这些东西感兴趣 我总想搞清楚 搞清楚 把握一下 呃 在中国的资料当中 我最感兴趣的一个资料呢 就国外人呃 把几千对 双胞胎 而且呢 是同卵双胞胎 呃 资料上是这样介绍的 那什么是同卵双胞胎呢 就是一个受精卵分裂出来的呃 两个小孩 呃 那么呢 这些医学科学家认为呃 呃 那他们应该什么什么都一样 所以说他们就找出来呃 呃 上千对呃 这种 叫同卵双胞胎 以这个双胞胎 按照这个科学说啊 呃 通常的那说法 呃 那他的父母遗传就应该是一样了 是一样 那他这一辈子好多事都一样 你比如说工作啊 又一样呃 呃 甚至呢 呃 结婚呃 也应该是同一个人 呃 但是呢 恰恰相反 恰恰相反 虽然是他们呃 呃 都是呃 呃 叫什么 同卵双胞胎呃 呃 而且呢 都在同样的呃 呃 辅家庭 呃 接受同样的教育 呃 最后呢 他们观点不同的 他们的意识形态不同的 他们为人处事不同的 而且他们喜欢的人事是相同的 那这些个哪来的 只有佛法的因果说得非常清楚 众生六道轮回谁也逃不脱 另外如果说你真想亲见这六道轮回的事 那也不难呢 亲自去看一看不就可以了 那想亲自看一看 你把冷眼睛好好学一学 呃 那么如果说你真正的 修到一定位子 破了五蕴 破了射 又想 行 呃 破行蕴的时候 你就可以观察这六道轮回的详细情况 呃 要么你好好学法也行 呃 就你这个父母所生的右眼 就可以上见顶天下见阿鼻地狱 你看看法华经啊 关键 如果说你想亲自明白这些事 最好是亲眼所见 那个时候你就一切明了了 就不需要让别别人 呃 你再去找别人让你明白了 因为 那做个比喻说 做个比喻说 你比如说 我是个盲人 是个瞎子 那现在你能告诉我说是红吗 红色 什么是红色 你说红紫是红色 我一摸紫 再后摸到任何一种颜色的紫 我都会印红 啊 你说血液是红色 我一摸血液啊 跟水一样 再后摸到所有的水 所有的液体 我都会联想到这是红色 但是呢 毕竟 什么颜色都有 不是红色 所以说你想让我 真正的知道什么是红色 那你就得把我眼睛真好 让我亲自去见一见 就知道了 所以说呢 我建议你呢 真正心修正 去见一见 六条轮回的心 比什么都重要 那个听别人说 总无实在意义的 好 阿弥陀佛 好 梦 再说 梦 再说 这个师父 我出家 我妈会自杀 你说我出家 不出家 那个 父母恩重 父母不许可 是绝对不可以出家 佛陀自定了这个规则 必须自行 如果说你不去自行出家的话 不自行佛陀规则 你已经不信佛了 你还出家上 因为佛陀已经教了我们 说父母不许许的情况下 不可以出家 你要是不信的话 你已经不信佛了 还出家干什么 所以说呢 在这个情况下 是不可以出家的 世俗也违背了 佛法你也违背了 那你还出家有什么意义了呢 好 阿弥陀佛 那非常非常的感谢 感谢大家 我们能在一起 有这个殊胜姻缘 共同的去感受 佛陀的教诲 共同的都在向往的无上佛道 这也是我们多圣伟节建立起来的因缘 希望我们这些个因缘越来越坚固 越来越纯净化 越来越能让大家成就所有的自他利益 不是某一行的自他利益 是所有的自他利益 那么呢 再一个非常重要的呢 就是我们现在先把基础奠定好 学会观察自己 那中国有句俗话说 知己 知彼 百战百胜 知己知彼啊 我们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 自己不了解自己 自己每天干些什么都不知道 受着谁的指挥都不知道 以为自己 那个就是自己 就不认识自己 这个都是不可以 首先我们要认识自己 究竟 谁是你 你是谁 完了呢 再谈 怎么样 把这个些个贼清楚出去 完了呢 就可以受学法了 你念佛就可以一心不乱了 你辞在我就可以迅速的进三毛地啊 如果说你要受止观的话 就可以迅速的进入境界 如果说自己永远不认识自己 那就问题严重了 那就叫做颠倒动生 我们看看 那个妄想自己吗 对初学者 对初学者 满院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个初学者 那你去看一看 你自己的大脑应该归你管呢 那是你的大脑归你管 那你现在就下一道指令 现在不许打妄想 一个小时 那你看看 你让他不打妄想 他就打妄想 那怎么还会是呢 就如同你的手一样 你让手怎么样 手就会怎么样 那你的大脑应该归你使唤的 为什么会不听你的话了呢 你就会发现 哦 有贼在捣乱 妄想是贼 你就会知道自己是病人 就像我们的手 手病了才会不听使唤 出问题了才会不听使唤 我们这个人就出了问题了 必须把这些病诊好啊 必须把这些病诊好 必须把这些问题解除了 我们呢 才有资格受学一切佛法 才有资格受学一切佛法 他是个病人啊 而且病入膏肓啊 而且病力很深 我们首先要一点一点的 恢复觉性 要知道自己病了 而且病力很深 病得自己胡拔道 运妄为真 你己足物 病到这个程度了 总因为这些虚假的是真实的 看电影的时候 别人端着枪过来 他就得吓跑了 他因为最真实的 运妄为真 你己足物 他不认识自己 他追逐万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有办法 把我们病好好整一整 让我们早日的 做一个健康的人 不是有疾病的人 我们现在都是一种病人 如果佛法就是最好的良药 可以整好我们这个病 好 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呢 恢复了好多 决性的时候 会遇到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的恶劣习气 恶劣习气太多了 那么呢 对付这些习气 我们就是有耐心 有足够的耐心 这些习气 都最终会一一的瓦解 我们就可以成就最殊胜的利益 我们就可以成就最殊胜的利益 好了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呢 就跟我学习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 再也感谢大家 希望我们有这个深深音 能共同的担负起来 在这个时代 这么恶劣的时代 而且呢 恶劣的众生 恶习面前 我们尽可能去做 为了挂久住 为了无量众生 将来有机会 再去感受佛法 我们要亲身的去 护持好每一个法 成就众生的读生利益 因为跟根性不同 必须得有不同的法门 去对治 佛就是这样做的 一切诸佛都会这样做 我们想成佛 我们也要这样做 首先我们要珍惜一切法 愿我们讲来成就一切法 没有任何一个法 可以含舍一切众生的根性 没有任何一个法 含舍一切众生的根性 希望他珍惜自己的所有善根 成就最殊胜的利益 好 阿弥陀佛 再一次感谢大家 那就跟各位说声晚 祝各位夜梦吉祥 阿弥陀佛 我就闲下了